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音缘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诗人向阳老师 向阳老师今天要继续来为我们来介绍台湾的文学作家 感恩老师 谢谢两位主持人 我们今天准备介绍的是齐邦苑老师 我称他是意界台湾文学的园丁 实际上他的贡献不只是文学意界 齐老师他是1924年出生于辽宁省 读过国立武汉大学 在1947年来到台湾 最早是进入了台湾大学的外文系 担任助教 结婚之后到台中去 住了17年 在这个期间当中 他曾经先后在台中益中 省力农学院 也就是今天的中兴大学 还有静怡女子文理学院 也就是今天的静怡大学教书 到了1967年之后 他迁来台北 1968年到美国印第安拉大学 去进修比较文学 回国后就进入国立中心大学 担任系主任 直到大概有三年半的时间 到了1972年 他担任国立编译馆 的人文社会主任 这是以前 国立编译馆是以前的单位 负责我们的课本 包括国民小学 国中的课本的编辑 也在这个阶段 他开始把台湾的作家 作品翻译 在美国出版了一本 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包括有现代诗 有散文 有小说 在1975年 在美国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 可以说这是一本 非常认真 而且非常严谨的选集 他对外国人了解台湾的现代文学 帮忙很大 后来他就担任了教科师主任 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他第一个把台湾作家的作品 收到国中高中的国文课本 比如当时的黄春明的小说 杨奎的小说 都是在他的任内 放进了国文课本当中 接着是1977年 他进入台大 那78年 他加入了中华民国笔会 要开始协助笔会 季刊的编务 到了1988年 他退休 1992年 就接任了中华民国笔会的 季刊的主编 199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有一个台湾现代华语文学的计划 齐老师参与到其中的 那书当然未必是他翻译 那总共有几本 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作家 像王真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像郑清文 他的三角马 还有朱天文的荒人手记 李乔的寒业 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 可以说都是台湾当代文学的经典 那另外一个 他最受到大家肯定或者敬重的 是1998年 他公开呼吁 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国家文学馆 他希望给台湾文学家一个家 那引起了媒体 立法院 还有政府的重视 果然在2003年 因为他的这个建议 国家台湾文学馆 就正式在台南设立了 到2005年 他写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大书 叫做《巨留盒》 他总共写了四年 在2009年出版 也可以说像他这样的作家 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学书研究 然后编教科书 翻译到最后 以他自己的一生来写一个回忆录 也是非常动人的生命之书 在这里头 他把他的故乡的巨留盒 就是我们现在称为辽盒 那辽盒的意思 巨留盒的意思就是母亲的河流 然后写到牙口海 牙口海 它是台湾恒春的海 所以他是从中国的东北 写到台湾的恒春 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 漫长的一个故事 其邦人的文笔 很简单 俐落 但是具有非常深的感情 他回忆他自己的一生 那写出了 就他一生来讲 真的是动荡的年代 包括1949年从中国大陆 来到台湾的这个故事 那另外我感动的是 他写他跟台湾文学结缘的 那个过程 我们来读一段 读一段他的巨留盒 第一章写的一个故事 叫做生命之初 他这样写 我生于1924年元宵节 在家乡辽龄 这是经常是涉事零下 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 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 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 出生后体弱多病 快满周岁时有一天发烧 高烧不退气弱油丝 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 我母亲坐在东北 引用照火余温的炕上 抱着我不肯放 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 对她说 这个丫头已经死了 差不多没气了 你抱着她干什么 把她放开吧 我母亲就是不放 一直哭 那时已过了五夜 我祖母说 好 叫一个长工 骑马到镇上 找个能骑马的大夫 看看能不能救回 这丫头的命 这个长工 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 居然找到一个医生 能骑马 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 到我们村庄里来 她进了庄院 我这条命就捡回来了 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死孩子 变成一个活孩子 一生充满了生命力 在那个时代 出生婴儿的死亡率 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我那样的生命 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 母亲的呵护 还有命中这些贵人 围城灯罩似的为她挡风 使她不致惜命 不久 这位医生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 母亲抱我去看她 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 她爸爸在德国念书 还没有给她取名字 你给她取个名字 纪念这个缘分吧 这位医生为我取名帮愿 在我生命之初 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我长大后 知道此名原初诗经 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 影印自宋朝范城大 名乎文集的文章 居然有一段 齐帮愿贤德女子 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 同名同姓 何等荣幸又惶恐 在新世界的家庭 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 时常想起山村故事的那位医生 真希望他知道 我曾努力不辜负 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 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虽然有点长 可是这一段描述 齐老师他的出生 以及特别是他的母亲 然后后面这个医生的祝福 我们读完了以后 一定会感动 非常深刻 非常深刻的一篇 我把它抽出来 它就变成一篇散文 是 其实像这样的散文 是会动人的 因为他有生命 他有人 长辈对孩子 母亲对婴儿 医生对病患 或者医生对家属 或者医生对小孩 的祝愿跟祝福 是 那《拘留盒》当中 也写了一篇 有关鼓吹设立台湾文学馆 的这样的回忆 当时的齐邦苑老师 他这样说 他说国家文学馆的设立 是我用个人微博的力量 向政府文化政策 所做的最后一个挑战 我还记得他讲这一段话的时候 是在九哥出版社 20周年的茶会上 我自己也在场 当时的所有的宾客 无不动容 每个人都鼓掌 那媒体用很醒目的标题 来发布这个新闻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有台湾文学馆的设立 那么在同年的12月29日 我记得那一天 立法院是要公厅会 齐老师当时还特别 写了一封信给我 用传真给我 他希望我用诗人的这个vision 来呼应他 他自己有一个文学馆的 美丽的图像 也写得很美 他说这个馆应该有一个 进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 是 如大教堂的正厅 窘窗圆顶 或现代的展示核心 用种种声光 射电的技术 日新月异地说明 文学是什么 围绕着它的 是台湾文学的成绩与现况 世界文学的成绩与现况 而在后面是收藏跟展示 我有时候看到这封信 这封信是写在牌子簿上 我就重新看它信上面 非常娟秀 又流露出一种大气的笔迹 像我们看它一个字一个字 非常工整地 由左往右慢慢地推 好像是在播秧苗一样 逐一地播种在 这一个蓝格子线当中 就是一片字田 也是一片福田 它重字也重福 我当晚收到它的传真 非常感动 我猜想齐教授当时希望台湾有台湾文学馆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他每一个段落都是叮咛 就好像后来他在这个拘留盘当中说 我们台湾文学 新书发表会那天 他又重复了一次 强调了一次 我是为我们台湾文学来做各种事情 他是为台湾文学 夏天耕作 贡献的一个学者 也是作家 所以他让台湾文学作家 有了台湾文学的家 也让我非常热血沸腾 其实我也早就写了 在他还没传真给我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在自由时报的副刊 发表了一篇叫做 打造台湾文学新故乡 呼应齐邦院教授 设置国家文学馆之一的文章 当时我是要呼吁台湾的文学工作者 要跟政府有权者施压 要跟立委施压 直到国家文学馆建馆为止 我比较年轻 齐邦院老师比较客气 我比较火气 当时我也这样说 我自己说什么其实也不重要 我当时的讲法就是说 他应该从明正时期 古典文学 清朝时期古典文学 日本时期汉文的文学 日文的文学 还有台湾的文学 就是包括了汉字 中国带来的新文学 应该进来 原住民的文学 原住民的口穿文学 应该被具体地展示出来 所有曾经在台湾 这个土地创作的文学家 都应该被看到 他们的写作成果 都应该受到完整地 维护跟收藏 还有研究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 他是一个所有台湾作家的 是没有族群之分 没有古典白话之分 都没有 我们希望就是 这块土地上 有人写过文字 我们就应该在文学馆里面被看到 这个是一个想法 当时 那齐老师他看到了 所以他才会选在 龚天会之前 希望我能出席 意思就是如此 我想 我珍藏这封信 其实也在珍藏 齐老师的这一份心 后来我把这个信 也捐给了 国立台湾文学馆 所以原信 现在已经在台湾文学馆 那么也因为这样 所以当《巨留盒》出版的那个阶段 2011年 那天下远见为这本书 办了一个朗诵会 齐老师还指定我 要用台语来朗读 他写的这一篇 《鼓吹设立台湾文学馆》 他用中文写 他会练台语 他真的在考我 那我就站在他前面 因为他坐在第一排 我用台语朗诵 我看到他的表情 他很仔细地聆听 这一封信 这一本书 这样的感情 三十个春秋过去 在这一天又重新交会 我觉得也是很奇妙的因缘 是 到2003年 台湾文学馆开馆 我们看到前面这一张 它就是台湾文学馆 非常美 非常美 那齐老师当时 只是一生狮子红 就让我们有了一个管 所以他的贡献 也会被永远地记住 那最近呢 齐老师又出版了新的一本 其实也是旧的 再加新的 叫做一生中的一天 这是巨留河写作期间 其实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就住到桃源 龟山的长庚养生村 他住了大概十年 十年期间呢 写了巨留河 但是他也写日记 所以在张出版的 这个一生中的一天当中 把他收进了 他刚进入这个养生村 有五年的日记 以及他写作巨留河的心情 那他在这一个 对他来说 一辈子真正属于他的独立空间 可是已经老了 八十多岁了 一个字一个字 写下巨留河 也写下他的生命 那一生中的一天 就是他的日记 在这个序文里面呢 他自己谈到 住进养生村的那个心情 他说 直到我住进了这个山村 一生从未看过这么多的日升月落 也从来没有这么多 可以自主安排的时间与空间 在这里 我不再牵挂等待 身心得以舒展安放 抚养自视 在明亮的窗前或灯下 开始一笔一画 写我生命之书巨留河 需要疏解的时候 看看想看而会看 我一再重读不厌的书 上天是我 这些额外的岁月 每一天都令我感恩 别忘了 这个时候 应该是八十二八十三 他写下这样的 天上的月亮的那种感觉 是 是暗夜当中 月光普照的那种感觉 他说 每一天都令我感恩 人到老近 能有这样的心 也可以看出他的开阔 那对我来讲 他是一个道师 也可以这样讲 我想不只是因为年龄 而同时因为他对待世界的那种宽广 开阔 他的为人其实也是这样 豁达 开朗 但是又带有东北的那种豪气 非常大气的一个前辈 几乎我们可以说 这就是他的人格的最佳写照 是 这边有这一张是他出巨流河那一天 然后我为他朗诵 其实那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5月7号 他办的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 我用台语为他来朗读他写的台湾文学馆的文章 是 这个人生能够有这样的前辈 我想祝福他 祝福这位一生都为台湾文学 我们台湾文学付出的齐老师 健康长寿 是 太感动了 非常谢谢向阳老师 为我们介绍文学作家齐帮远 感恩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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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是 古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地 佩服这些京剧演员 一直让他们有在舞台上面演出的机会 同时你也培养了很多的一些新的 一些年轻的京剧演员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京剧的魅力 对于你来讲 你为什么会希望这样子的 不断地投入去耕耘 其实我是一般地喜欢戏 我发现 然后我也喜欢音乐 然后戏曲正好是用歌舞来演故事 所以有音乐有舞蹈 是 又有故事 所以我大概自己长大了 学戏剧以后回头一看 难怪我那么喜欢京剧 那我小的时候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看歌仔戏的 跟外婆 那我祖母说你跟我去看戏 你要功课先做完 我小时候功课很好 都是为了要看戏 因为后来大一点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说你要跟我去看经纪 你要先做完功课 我赶快做功课 所以这个著名的 为了看戏而做功课的人 就是我 主要是为了看戏 顺便的收获是 就功课还不错 是 那我当然是在 念完音乐锁以后 回台湾教书 然后教书的时候 教的当然就莎士比亚这一块 那我很喜欢莎士比亚 我很喜欢切可夫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学生问我 说老师 你的这个 你将来你希望你干什么 我说我想弄剧场 我想弄话剧 然后我觉得小剧场挺有意思 是 因为台湾在这块一片荒芜 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是小剧场 所以我说那个空间很大 可以让我乱搞 结果没有如愿 因为就在中间 就被我的老板 胡耀恒教授抓取 认识了保春老师 是 然后做经剧之心 那我觉得他们做经剧的人 真的比一般像我们认识的话剧演员辛苦 辛苦 他们最主要的这个学 上学这件事就够严重 对 对不对 什么小学五六年级就进去了 然后一直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要去上台了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这个 做教育的朋友讲 我觉得全世界责任最重的学校 就是西校 你知道你看我们大家 大学毕业的时候 现在我们三个人 到底各式什么系毕业的重不重要 不太重要 因为我们大概都在大学毕业以后 才决定 决定我们将来要干什么 我们去试试这个工作 不灵我们就换一个工作 或者我们做了一些 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懂 如果我们是在十岁的时候 就被大人决定 我们将来干什么 那那个大人最好很负责任 因为等到他十八岁的时候 他就会这个 对 然后那他要是不是很棒的话 那他要怎么过生活 是 因为那东西太专业了 对 所以我对他们的那个苦练 跟那种学习的那种过程 觉得我们这个外面的人看去 好辛苦 非常辛苦 真的太辛苦了 是 然后又不是每个人恰恰好 都有祖师爷赏饭这件事情 是 所以有的人真的是苦练到 让你看了感动 对 感动 真的是感动 宝春老师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个 那这个台泥的市民厅正在盖的时候 有一天人家说他在台上练功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去瞧一眼 在练什么功 and我想要跟他讲话 我去了里面一片去黑 因为那个礼堂还没盖好 然后我心里想在哪练 我就听到一阵阵非常有韵律的呼吸声 从台上传来 然后我就摸黑过去 真的在里面就黑七八乌的 扎着大靠在上面跑原厂 你是 扎着大靠在那边练功吗 我实在搞他不过 我是说里跑春你从上面下来好不好 这一片区域我要跟你讲话 等一下 又继续跑走了 我到外面去等 所以你想想看 就是有一个场地 让他可以练 他觉得他今天要练功 他就是很黑还没有完成的建筑物 他都上去 我后来发现他原来是天天练 而且他没有练的时候 他觉得他不该吃晚饭 这已经是 他已经到他的骨子里去了 他觉得没有练功就不该吃晚饭 这个对我们跟他一起工作的人 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们要找他一起吃晚饭 他今天还没练功 要等练完之后才可以吃 不过保险老师真的 你这个精致演员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从小练武 钓赏 一直到今天你每天都还这么做 这是我觉得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身体很好 因为每天钓赏 每天练武 这个就是 身材 身体就是维持得非常好 是不是健康 其实也不见得很好 身体维持了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肯定 是 我的毅力很好 是 你说哪里 说不疼 我疼的地方太多了 但是 我可以咬牙 做艺术 我觉得没有点毅力 就深入不了 在这点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可以肯定 否则的话 我这只脚 我摔跟头骨折了 我自己能够给搬过来 这个也是一个冲动 我也感谢老天能让我搬得还挺合适 就是能够不用做手术 我给搬过来 我觉得这个冲动 也是一种事业心的鼓动 为什么 当初我拿起我这脚 一看 第一个想法就 我唱不了戏了 我脚这样了 这个冲动 唱不了戏了 对我是个好像刺激 不行 所以我大吼一声 我就给自己搬过来 到医院去 医生说 不应该是这个角度 我恢复的时候 我把家里的所有椅子全翻过来 他不坐着 尽量地争取 他得站着的力量 因为那只会变得很瘦跟很细 所以我认为 就咱们这艺术的毅力 其实蛮重要的 而且不要想那么 我还有多久的艺术生命 我倒觉得走到哪是哪 是 越想压力有点大 只不过就是不服那时有 但是还得认命 你认这个新陈代谢也好 认这个光阴四箭 这就没有办法 但是老师您看 像你这样子 又是主事业赏饭吃 您又真的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下功夫 但是事实上 还是有天不怂人运的时候 你还是到了美国去 你被迫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在舞台上的 你可以谈谈就是说 这个命运这样的安排 在那个时间里面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命运的安排 你是难以掌握 你也难以预料 但是有一点 这个坚持 你得自己有一点点的把握性 比如说我老说 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他给了我一种精神的把握 什么精神把握 当我下农村的时候 不干这个了 干不了这个 我父亲临走说 你知道你不管你现在 你能不能演好 但是就练到你这种程度 你的专业不是任何人 没有这几年功夫达到的 你如果轻易给他放掉了 可惜 是 你在学什么 你都在人后面 你除了这行 你别的都在人后面 不要轻易放纵自己的专业 第二 就是说 你不要羡慕人 他就说 这全国呀 咱们这行 唱老生的都不唱 你唱出什么味来 什么调门 还是这调门 他不是别人不唱了 就给你了 甭想 你自己啊 用功成与不成 再说 我到美国了 也面临着 美国你怎么混呢 是 你这个行业根本是 一个没有办法 谋生的一个行业 是 听说你在美国 还卖过冰淇淋 对 我卖冰淇淋 也就是想 还维持这个行业 就是一个过渡 还想着要演戏 因为我卖冰淇淋 我可以把握我自己 时间可以掌握 他不要就洗孩子 因为我是老板 我可以 这冰淇淋没人的时候 我可以在 那冰淇淋后面 冰箱前面 我可以唱 我可以练功 就是有一个信念 我认为就是 我不想改行 这个信念 让我后来 可以坚持到今天 坚持到 这个年纪 我还想在台上 我觉得这个信念 不能没有 不管它成功与否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但是你不谋 你这事 你不可能成 那就顺其自然地 去去谋一谋 我觉得现在 年轻人 真的 现在的条件 比过去 好很多 您想看什么资料 谋谋 谋谋 全有 现在的年轻人 他功夫也挺好 但是呢 我感觉 我的周边的 这新剧团年轻人 总觉得缺点东西 缺点神气 讲的文一点 叫神韵吧 这一点的话呢 有的时候不是练出来的 得悟出来 您得 得想 得琢磨 所以老先生说 不怕练功苦 就怕苦练功 那你得用用脑子 所以现在的 年轻人的好条件呢 也许相反了 倒成了不好的现象 什么不好现象呢 看得容易 学得容易 我学会了就行了 就不会像过去 老先生学习 没有录音机 我得使劲听 一个枪 一个这个的技 都跟疯了一样 是 简直就投入 这个有录音机 我听见 哦 会了 忘记的话 再拿出来 再听一遍就好了 是 也许 好像 比老前辈呢 浮躁了一些 是 这就是 有力有弊 是 是 他没有办法那么进去 因为以前在学的时候 就是拼了命地学 因为身怕漏了一点什么 对 古老师你觉得 像宝春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年轻剧团的这个成员 他们就是要悟出来这个部分 你当 你作为老师 你怎么样子去想这件事情 你讲这件事情 你自己悟的过程是什么 怎么样才能够通透 就是宝春老师讲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人生当中 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难 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那有没有用 我不知道 我大一的时候 我是念的外文系 大一的时候 我成绩也很好 但是对任何一科都 毫无特别的感觉 大二的时候也是 大三的时候发现呢 人如果要到国外去 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 是三十几年前 不是就要考一个叫留考 一个叫托福 后来不用考留考了 只要考托福 总之要考 大三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考古题拿来一看 还有留考的考古题拿来一看 我发现坏了 这个八成是会考不及格 那我就开始想 为什么我学科的功课不错 分数都不错 但是一考到尤其文学史 我是只有点 我连不起来 西方的文学的历史 我连不起来 那我为了这个 怕考不及格 那就趁着大三的暑假 干了一件事情 我至今不反悔 我把英国史 从头念到尾 我再把英国文学史 从头念到尾 我自己做一张表 这个皇帝 这个年份 时代是什么特色 有出了哪些作家 他们写作的特色是什么 我自己做了一张 奇长无比的表 等我把那张表 全部做完的时候 我完全搞懂 原来我就是这几个 我都知道 然后这些皇帝我也听过 然后考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也及格 考这个文学的时候 我也及格 然后我被问说 请问你十八世纪 古典文学的特色是什么时候 我不及格 等我整个都弄清楚以后 我发现 你只要了解时代的特色 时代的文学的特色 你真的用脑子去融会贯通 把那所有东西都参差起来的时候 你只要这个作家 你只要知道他一个作品 你就可以判断 他是哪一个时代的 因为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特色 所以后来有帮助到我 念研究所 那宝春老师他刚刚说的 其实我也有很深的同感 我觉得宝春老师真的是一个 很会提西人的人 他让每一个年轻的朋友 我相信他们如果看到了这个节目 也不会否认 宝春老师帮他们设计 他们最能发挥的地方 然后让他们在台上最漂亮 一点都不会嫉妒他们比较年轻 或者翻金斗 可以翻得比他多个 其实还是蛮嫉妒 宝春你怎么在这儿讲实话了 因为宝春年轻的时候 翻得更好 更多 一点都没有错 是会有一点那种感叹的声音 在那边看人家翻N个 然后飞在上面的时候会说 年轻真好 如果我们在年轻十年 然后待会儿又说了 我看不够 二十年 为什么不太够 二十五年吧 但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幸福 就是说 真的知识来得很快 现在就缺 老师教你的 跟你从那个优酷上面得到的 跟你从书上读到 你花多少时间 去把它融会贯通 我觉得那个融会贯通的功夫 没有人能替你做 而且你是 你一定要相信 一开始的时候 难得要死 就是这个跟这个跟这个 是三样东西 唱是唱 老师讲是老师讲 自己想是自己想 是三样事情 甚至如果有两三个老师更惨 有六七种版本 所以他们小孩子经常在讲说 那我今天要唱哪个版本 是A版本 B版本是C版本 我说你有没有你自己的版本 如果把老师教的 和你所收集到的 跟你听到的 跟你现在有那么多机会 看到的视频 拿来 然后自己想想 我最长的地方是哪里 短那地方不要 尽量的 就是扬长补短 你一定有一个 自己的样子会出来 那由于我跟你 你跟他是不同的人 我们三个人不可能唱成一样 我们也用不着 花那么多力气去区隔 是 我不要跟他一样 我不要跟他一样 你不会跟他一样 你如果花了脑子 你的老师不一样 你的天赋不一样 你所得到的际遇不一样 还有你的大脑 跟他长得不一样 是 你就会有很棒很棒的 自己的风格 是 我觉得好像是真的 在这上面可以 可以 再努力一点 是 宝群老师 现在作育英才 有这么多的学生 有些听说你的爸爸 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但是他不教你 是不是 他呢 他的教法 好像跟别的老师 不大一样 他总觉得 他说你学我现在 你学不了 所以你现在要学的是基础 要跟老师去学基础 所以我在学校 跟老师学完戏 他回来给我吊嗓子 他不改 他只不过就说 气口什么的 有时候他就讲上 这艺术啊 有些东西啊 学则可学 教则不能 他 他就讲 他说我跟 余先生学习 他说余先生那儿抽着烟 他起罢 余先生瞄一眼 看都没看 我说再来 他说将近 弄了十次 他说我都 不知道要 到底该怎么办了 到底该怎么办了 后来余先生说 你舒服吗 自己 真的 你自己都不舒服 你让别人能看舒服了吗 就是你还很僵啊 你没那个 那个自己自信心 你没有 所以有些 这个艺术的神韵东西啊 那韵味 真的老师教 你就学老师 学到你真像他 但是 你 没有什么风格 就像 就最后 我父亲学的是 余淑妍 余先生 他不能完全按老师的 那么唱 因为老师跟他的 条件不一样 你说那时候 没有麦克风 他的老师呢 余先生呢 可以讲 说过七八排啊 基本听不到 但是 但是就这些七八排 老师录音录出来 觉得 哎呀 到现在听都不过时 都非常好 嗯 可是他说了 跟老师说 先生 您想能不能大点声 大点声 那就成驴了 所以最后我父亲用的是 跟余先生学的是韵味腔调 但是他的声音 他变了 他走很多什么弹派啊 马派 所以他也是一个 多方面能够学则可学 嗯 焦则不能 所以他呢 使劲地在自己体悟 自己悟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艺术的 也是有一种同感 你自己不悟 再学 也 也 也 创作不出什么东西来 是 是 在角色当中 这个 人的这个 这么多的七情六欲啊 忠孝结义啊 这个东西都是在 在当中去不断地去悟吗 这个情感怎么样更能深入啊 这个 传统戏剧演员 我觉得 他 不同点就是 他七情六欲 七情六欲 人人有志 那七情六欲 到我们台上 我们得把它变成了 变成了表演技巧 对 因为我们痛心要哭的时候 我们眼泪不能掉下来 眼泪一掉下来 你真入了戏了 嗓子没了 嗓子没了 所以我们传统戏剧演员呢 是体验派还是表现派 其实我们传统戏剧呢 是先体验后表现 我们等于是两派中间的一种风格 因为你不体验 你不知道 七情六欲 它真正的痛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但是你到表现的时候 你鼻子也算嘴一打抖了 你唱不出来了也不行 是 所以这就是用传统戏剧的一个功力 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是 感恩感恩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潘导播 与电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小剧我们下次再剧 感恩 谢谢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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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